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暖暖区市议员三号联恩典 这一次继续要参选我们暖暖区的市议员 谢谢大家在前面两届一直不断地给我鼓励与支持 我相信在第三届我会更努力把还没有完成的继续完成 恩典就秉持着行公益好联名存谦卑的心 实实在在地在暖暖区为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最后肯托11月26号 拜托大家支持三号三号联恩典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暖暖最用心 四号林敏薰 感谢大家给我四年的服务机会 未来我一定会继续来努力打拼为地方服务 让做事的人继续服务 让暖暖持续进步 妈祖有指示 用心会做事 我是暖暖最用心 四号林敏薰 由于现任议员王省之不再竞选连任 而由办公室研究员二号暖暖区市议员候选人陈冠宇 披甲上阵 对上一号暖暖区市议员候选人莫爱杰 两名新人卯足全力抢票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暖暖区二号市议员候选人陈冠宇 今天王省之选的不继续连任 想要我继续在暖暖在基隆协去服务 过去我们办公室长期来破千件的民众陈勤 法律咨询 在议会的市政监督议题 以及议会提案多数都是由我代处理的 这四年来我们办公室已经成功推进了 长期照顾 儿童游戏权 特色公园 以及每天都有非常多人乘车的 暖暖国道客运 R86 以及交通设计等难题 请支持我们 让这些议题继续推进 请支持市议员候选人二号 陈冠宇 谢谢 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 我是一号墨爱姐市议员候选人 软软要幸福 软软要建设 软软不要土石流 软软要大家一起来投下您神圣的遗票 相信软软 相信会幸福 一号墨爱姐是您最好的选择 争取一条公路直达金融长根医院 争设日拖日照中心减轻年轻人上班族的负担 我们还要力争国小地下停车场的建设 让软软市区变得更好 相信软软 相信软软会幸福 一号墨爱姐是您最佳的选择 两位现任暖暖区市议员地方经营服务 扎实 民意基础雄厚 面临两位新人竞争 谁会成为选举刺客黑马 没人敢保证 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是要由暖暖区选民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动保所新建宠物银行工程激进完工 新的收容空间比中央所订定的标准 还增加了50% 也是目前空间的三倍以上 未来是推展动保工作的重要基地 走进即将完工的工地现场 市长刘昌立委蔡适应 仔细的听简报 还隔着橱窗玻璃 往里面仔细的看 但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舒适的空间是流浪猫犬新家 新建宠物银行即将完工 市长刘昌特别前来视察 而立委蔡适应也带着自家毛小孩前来参观 看到五星级的收容空间 说实在我非常高兴 因为跟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旧的收容中心实在有天壤之别 它的收容空间比我们中央所定的标准 还要增加50% 那也是现在我们收容空间的三倍以上 那看到整个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基隆已经为 这个成为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 动物的友善城市 跨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那未来这个环境呢 除了收容我们犬肢跟猫肢之外 其实它也是未来我们基隆 在推动相关的动保的一个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个志工 跟我们上行的伙伴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就是基隆的动保 动保所动保中心 那这个动保所动保中心 透过中央补助地方的一个改建之后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来认养的人 甚至来这边参观的人 都愿意竖起大拇指 代表着基隆市 对于动物保育这一块的一个用心 新的从银行预计年底启用 牛舱回想八年前 首次来到收容中心 分享当时的心情 我其实上任之后第一次来从银行 其实那心情真的是很沉重 因为整个环境真的很糟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 把它做大幅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们争取到中央的一个预算 总计是将近1亿元 中央在我们蔡英委员的一个协助帮忙之下 争取了8000万 所以才有办法来推动这个政策 大家看到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个简直是五星级的宠物旅馆了 那更重要的不是不只是硬体的一个建设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变成是一个未来生命跟环境教育的一个场域 牛舱全力打造宠物友善城市 立伟蔡世音承诺接棒 力推免费金片捷御和首次接种证件 它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动物保物的教育基地 动保的基地 为什么因为动保这件事情 或者宠物友善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靠自发而已 我们透过一个基地一个设施 来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那这个部分未来还是要拜托 阐发处还有我们动保所所长 这边继续来努力 那我相信我们推动的 宠物友善的政策 从我们的动保所开始 以及在昨天有另外在宣布 我们在明年度在暖暖运动公园 要推动的宠物公园 那这个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明年度开始要动工新建 是因为来会督促这件事情 做到近三近美 全台湾有许多的宠物公园 但是每一个宠物公园 都有它一定的缺失 是因为把这些缺失补起来 让它成为全台湾 宠物界 宠物们最心中心中的第一个圣地 就是我们基隆的宠物公园 那另外未来我们会推动 包括晶片 晶片还有疫苗 还有劫杀的部分 市政府来帮忙协助处理 让我们的宠物的管理 能够更加的完整 新建宠物银行大变身 从狭窄的铁鼻屋 变身成浪浪豪宅 更是全国唯一一间 附设动物医院 要提供保小孩 妥善的医疗照顾 记得黄梢明基隆报导 为让基隆进步的力量延续 同时力挺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 基隆市长林悠昌与民进党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共同发起点亮基隆 守护光荣的活动 邀请市民11月25号晚上6点18分 到中一路 孝二路 仁武路 及爱三路区域 以手牵手的方式一起守护基隆 点亮基隆 守护光荣 在千安宫前广场 基隆市长林悠昌率领 市政府政务官团队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一起高呼口号 邀请基隆市民11月25号晚上6点18分 参加点亮基隆守护光荣活动 在基隆市区中一路 孝二路 仁武路 与爱三路区域 以手牵手方式 力挺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案 同时也让基隆进步的力量能够延续 一年前我承诺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要让大家当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 八年来我们的努力大家看到了 基隆的进步跟改变大家也看到了 我想这是邮昌跟市印还有所有市府团队 甚至包括整个市政府的公务同仁 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那所以这一份成果是属于所有基隆人的 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10月25号 为什么要发起1818-18有两层意义 一个是号召18岁公民权的一个投票 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号召所有肯定牛昌 这过去八年的一个施政 还有肯定基隆这八年的进步跟改变 然后希望基隆跟这个过去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更进步 更快乐更幸福的一个城市的所有基隆市民 不分蓝绿党派 希望在11月25号的6点18分之前 能够走出来站出来 然后大家手牵手 一起守护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蔡世英强调 在选前之夜举办签守护基隆的活动 就是希望号召市民一起守护八年来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让基隆从黑白变彩色 从最不快乐到充满欢笑的成果 过去的八年 我相信基隆人是幸福的 过去的八年 基隆人在右叉市场 加市民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之下 基隆有了划时代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 其实从生活中 从城市的运动 城市的建设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在11月25号 其实就是要号召大家站出来 来做一个我们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我们一起出来 看到城市的改变 一起出来 继续来支持城市的改变 所以要拜托大家 11月25号 18点18分 18-18 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 它是一个快乐的城市 而快乐的城市 就交给市英 继续来接棒 90多岁的基隆清安公主委 与国策顾问童勇 也当场宣布 将加入守护基隆行列 呼吁市民不分年龄党派 一起站出来 千层的向清安公 给人骂上香祈福 基隆市长牛昌也与出席的基隆市政府 政务官团队宣布 即日起请假三天全力复选 希望让基隆进步的力量延续 不走回头路 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都一直非常的努力 那在投票前的三天 我想我们请假 是希望能够守护 过去八年来 非常不容易的成果 这一份努力呢 还有成果 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每一天 每一秒 持续的一个努力跟耕耘 才有的一个成果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 来这个守护他 呵护他 然后来保护他 蔡世音也强调 深厚的政务官团队 代表的其实是这八年来 整个基隆市政府所有局处 每一位公务同仁的努力牺牲 所换来的美好成果 除了让市民知道 这样的改变得来不易 未来他接棒 也将持续推动基隆的进步 市府的团队 过去这几年来 确实让基隆 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适应非常的清楚 主要原因是在过程当中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适应跟许多的局处首长 许多的科长 还有许多的承办同仁 其实面对了某一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都一起来努力 那这些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很多公务员 其实都牺牲休假的时间 甚至是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为基隆 希望基隆明天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背后 我们的政务官 作为市府的代表 他们现在请假 出来参与我们最后的一个呼吁 其实也是希望让市民朋友知道 过去这几年 我们很努力 是因为来也会来接棒基隆 继续来完成基隆的进步 进入选前最后关键 嘉义市长黄敏惠 特别北上到基隆 为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助选 并进行车队扫街 争取基隆选民的支持 画面上是嘉义市长黄敏惠 这次特别来基隆 为谢国良助选 他称赞谢国良因爱而蛻变 跟过去相比成长许多 变得更有温度更有爱 而且遇到状况时有担当 他已经具备一个好市长的格局 我们看到国良他年轻 而且认真努力 过去在立法院呢 可以看到他真的很认真很努力 我常常在笑他 而且笑他说 哇这么年轻 而且又有礼貌 而且问证很扎实 立法委员卸任了以后 他曾经就是有多次的 国际的经验 包括经济的经验 让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 很务实 但是让我更意外的是 看到了他人生很大的转折当中 因为有女儿小爱 大家现在看到过去的立法院的欧巴 真的是帅哥 现在已经成为这么样勇敢 为爱重生 为爱勇敢 就是为小爱 然后让他又吸取了 真的感受到很强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他把这样的力量更是一个转换 所以就像那一天 我想韩市长所说的 小爱爸爸也是大爱激荣 我觉得这一种是令人感动的力量 那其实做一个县市长最重要的 不但是同理心更重要 你真的未来是挑战很大 真的一个谢国良 我觉得在这里 他真的能够从这个过程 而且这么勇敢的 把自己曾经在备受打击的那一刻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这样如何再站起来 当我看到那一本书的时候 每每都是一个感动 我想国良真的长大了 而且真正的扛起这个重则 而且有满满的爱 真的具备了一位成为城市首长 基隆市首长 基隆市市长的一个重要的 已经具备有重要的条件 基隆市跟嘉义市都是省辖市 那我在前一阵子 也因为未来的这个市政的规划的考察 我也下到了嘉义跟明慧姐 参加一场远见的直播 并跟她请益 我发现这几年 嘉义市做得非常好 有很多青年都有返乡 回到嘉义去创业以及工作 那所以今天特别也请她来 关心一下国良的选举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的这个动漫的文选品 看板还有竞选小物都相当出名 那我们在地的动漫文创家 我们小白老师 他过去在这个嘉义时代 也有帮忙行销一个嘉义的案子 所以他今天也特别画了一幅 这个黄敏惠市长跟国良 在市府前面的一个Q版的一个画作 要来送给黄市长 谢国良表示 在最后关头他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他有信心把学习到的优点 转化落实到基隆的未来发展 让民众更幸福 记者黄润生 季庸报道 从双北的1月80 扩正到基北北桃 走路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打承 肯定您用的一张票投蔡思英 基隆Let's go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谢谢大家 坚定信念 伸根基持 我是七赌七市议员候选人 五号张耿辉 耿辉无党无派无包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立 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耿辉需要您集中钱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是五号张耿辉 继续迈进的最大动力 基隆Let's Go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稀果量 一定实现 从双北的1月80 扩增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客运公车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一二零零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宁右舱票投蔡思英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选委会召开记者会 说明相关选务事宜 包括了全市共设281处 投开票所 比上届公投选举增加了6处 投票流程 机动线也进行了调整 以提升投票效率 基隆市选举委会主任委员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与选委会同能一起示范如何投票 这次基隆市共有市长 市议员 里长 及公投四项选举 选举人数都超过30万人 为了加快投票效率 疏解投票人潮 除了增加全市投开票所数量到281处 宣委会方面更针对投票流程进行调整 我们这次有增加了6个投开票所 也就是说在投开票所人数比较多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增加 然后这样可以 减少民众投票的时候的等候 那在这边信义区有增加一所 那忍耐区增加两所 安乐区增加两所 然后七堵区增加一所 投票为了让它更顺畅 所以我们这次投票的时候是 你领取我们市长的市议员的 然后里长的选票之后 你同时再领取公投票 那在分别依这些圈选完之后 再投入你的票轨 那这样就不用领了票 再重新排队去领公投票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那我想应该也会更顺畅一点 另外因应疫情 金融市选委会方面也规划相关防疫措施 除了进入投开票所前需量测体温及手部消毒外 对于有发烧情况的选民 更会引导至防疫专用遮瓶区区隔圈票 我们希望你如果有发烧 我们每个投开票所都会有一个专用通道 也就是说我们进场的时候一定要量额温 然后要手部消毒 也就是做好防疫的规定 那我们也希望每个选民都能够遵守 年有发也提醒确诊 尚未解除隔离的民众如果前往投票 事后经调阅足迹确认后 卫生单位将开罚 呼吁民众配合 金融市选委会方面表示 11月26号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提醒选民记得攜带投票三保 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前往投票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新一国小打造了专属的台权救市 引进了数位电子梯级设备 除了有助于三级跆拳训练衔接位 未来也将以推广的方式 把跆拳运动融合体健课程 让学生都能体验跆拳的热趣 在包含品势 木板急迫与跆拳舞等精彩的软场表演后 金融市新一国小跆拳教师正式启用 将位于活动中心二楼的闲置空间改造为专属跆拳教室 三间金融市体育会跆拳委员会主委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希望在强化教学训练环境下 能有助于金融市跆拳选手三级衔接 我想这是三级制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从国小 那未来我们有成功国中 金融女中三级的学校可以来做一个训练 那我想在台拳道的发展过去 在我们检疫男副主委等等的教练带领之下 其实曾经在金融市是非常好的成绩 代表金融都有非常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希望未来在我担任主委之下 我们共同来努力 希望未来在代表金融 代表台湾可以拿下更多的奖牌 希望让金融的这个跆拳的推广 能够成为我们城市之光 也让孩子们将来在进行国际交流的时候 动静皆宜 这也是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道馆的最初的一个本意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跆拳道因为属于室内运动 很适合在多余的金融市发展 目前全市有十多所学校都设置有跆拳教室 教育处方面将依各校需求 协助科技化训练器材 提升金融市基层跆拳实力 也让更多学生有机会体验跆拳的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东光路32巷口公园预定地 长期遭到民间重机械公司占用多年 引起地方民怨 市政府去申请这个拆迁 今年初完成设计案的发包 预计年底动工 长期争取口袋公园的市议员 进行这个电线杆迁移的动作 那第二点在12月10号 将上网发包645万的一个工程 那第三点12月19号将进行我们地上屋的拆除 那第四点我们645万是一起的一个工程 未完成的部分将在112年争取城镇风貌 及创生环境营造计划经费 将以校园为何新串街 让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好 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宣战最后倒数中队区市议员候选人张浩瀚 请来了壮阔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 一起扫街败票 同时力推18岁公民权公投案 投下同意票 穿着白衬衫 走到人口密集的新丰街 吴怡农一一向选民问好 带着同党籍市议员候选人张浩瀚 徒步扫街败票 许多选民看到吴怡农的亲和力 纷纷握手之意 民主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18岁公民权如此重要 我们必须扩大参与 我们的民主才有提升的机会 吴怡农日前帮民进党拍影片 故意支持18岁公民权 邀请大家11月26号回家投票 我们这次休憲案的门槛非常的高 965万票 这个休憲案不是看谁票多就决定了 这次必须要有将近1000万人盖下同意票 我们18岁公民权才有机会过关 我想过去四年 我们努力了在基层来做服务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借由年轻世代的想法 给我们地方带来更多 不一样的一个建设跟改变 我相信在我们中任区的市民 都可以看到这几年中任区真的变得非常的不同了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各位的市民朋友 能给我们真正用心 在为地方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一个继续跟大家服务的机会 用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思维 来努力打造不一样的一个整个 不一样的一个基隆市 那这样最后再一次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次的一个公投案的 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台湾首次 交由我们的一个公民 来做不决案的一个投票 邀请大家支持18岁公民权 投下同一票 也请你支持选择正面选举的 每位民进党候选 11月26日 为台湾挺身而出 回家投票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鸡龙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央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央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央集团关心您